大家好,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,我是贝尔。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韩式腊炒年糕的做法。 先准备年糕300克,倒入水。 清洗干净。 年糕最好选择调形的,吃起来更Q弹筋道。 洗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 再将圆葱切成丝。 包菜100克,切成大片。 再准备泡菜80克,放一旁备用。 下面我们来调酱料。 碗中加入一勺糖。 一勺生抽。 两勺番茄酱。 两勺还是辣酱。 混合均匀以后,放一旁备用。 锅中加入一勺植物油。 倒入切好的圆葱丝。 炒软炒香以后,倒入包菜。 接着倒入泡菜。 盐膏。 翻炒均匀。 然后倒入380克水。 水量与年糕持平就可以。 大火烧开。 倒入调好的酱料。 翻炒混合均匀。 这时候也可以加些鱼饼和鸡蛋。 将煮熟的鸡蛋扎上孔。 这样鸡蛋会更容易入味。 切记在开始收汁以后, 要不停地翻拌。 防止年糕糊底。 当汤汁变得浓稠以后,撒上熟芝麻。 一道韩式腊炒年糕就做好了。